身把体谈三层皮 一针戒气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个球兵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咱就聊一下中国女排 即将前往东京奥运会 参加奥运的12人大名单 最新发生了一定的变数 我们知道目前女排 正在意大利的里米尼 来参加女排世界联赛 球队在这一次女排世界联赛上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最后拿这个总冠军 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 来临选出一套 我们最终极版的12人的大名单 对吧 郎平将会领先着最强的12人 前往东京奥运会 去努力的完成奥运卫免 我们作为2016年的里米奥运冠军 我们今年必须要挑战出一套 精兵强强的阵容 才有机会实现卫免 否则的话 我们卫免的道路上 将会面临着各种的艰难险阻 那么目前来看 我们知道此前中国女排 分两个批次抵达意大利的 一共有19名球员 但是呢 首先第一个批次 郎平已经率先裁掉了4个人 宦放 高义 郑义新 以及刁林宇 这4个人已经离开意大利 返回国内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目前中国女排 留在意大利的 仅剩下15个人 那么剩下的这15个人中呢 将会再淘汰3个人 来最终的角逐出 最终的12人的名单 那么最终会淘汰哪3个人呢 目前来看 其实啊 已经有两个位置上 出现了最新的变化 而其中最后一个悬念呢 将会留在复工这个位置上 目前来看 杨涵玉和王宁愿 两个人将会竞争一个名额 一个人留下 一个人走 那么究竟谁走谁留呢 确实存在一定的悬念 但是近期我们看到 郎平开始针对性的 做出了一些 替补和主力之间 搭配着开始轮换出场比赛了 对吧 包括杨涵玉 在此前一场比赛中 就已经上场比赛了 而王源源呢 暂时还是没有得到 出场的比赛的机会 所以说啊 在接下来剩余的三场比赛中 会决定着这两个人 谁走谁留 而针对另外两个位置 一个是第四主攻 还有一个自由人 这两个位置上 目前获取郎平 已经给外界揭晓了一个答案 那么首先来说 自由人这个位置上 此前啊 王梦杰一直是 郎平非常欣赏的一个点 但是目前来看 其实王梦杰 尤其是在打多米尼加那场比赛 已经非常的让大家失望 对吧 包括现场就连央视的主持人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开始公开的点名批评王梦杰了 随后也是因为 他各种离奇的失误 被郎平紧急的 愤怒的给换下去了 换下去之后呢 老将林立上来之后 也确实获得了广大球迷的一个认可 而紧接着在第二天打意大利 我们看到 郎平这个时候 已经把王梦杰拿出了首发 而让林立取代了 他的一个首发的名领了 这就足以看出 眼下 郎平已经失去了 对于王梦杰考察的耐心 而已经把重任压到了林立身上 似乎啊 如果说按照这种趋势下去 剩余的三场比赛 林立只要能够表现的 一如既往的稳定 那么最终他就有望 能够击败王梦杰 来搭上东京奥运会的摸摆车 而王梦杰 或许就要跟奥运12的名单 说再见了 那么同样 在第四主攻的位置上 刘彦涵和刘晓彤 两个人的竞争之中呢 我们知道 其实刘晓彤 他首先在年龄体能各方面 都不占优势 或许唯一占优势的 就是他 此前参加过2016年的 李渊奥运会 是吧 有过奥运的经验 但是其他的各方面 身体的状态 身体技能各方面 都已经不负当年之用了 所以说刘晓彤这个点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随着主力回归之后呢 几个主攻表现都非常出色 而唯独刘晓彤 没有获得出场比赛的机会 这就能够看出 狼平的一个态度 目前刘晓彤 或许也已经处于一个 离队的边缘了 因此呢 目前我们不难发现 刘晓彤和王梦杰 这两个此前 是吧 饱受诟病 饱受质疑 压力比较大 而且发挥确实 极度低迷的两个人 非常有可能要跟 东京奥运会的 12人大名单 要说再见了 所以说啊 目前中国女排 我们的整体的 12人名单的阵容 在不断的缩减 不断的缩减 而自由人和第四主攻 这两个位置上 悬念陆续揭晓之后 最后一个悬念 也就剩下复工了 复工究竟是留下杨晓彤 还是留下王梦杰 我们也等待着时间 等待着郎平 去给大家正式的揭晓 那么对于朱婷来说呢 或许他就要正式的 挥泪送别自己的两位 非常关系 非常好的队友了 一个是刘晓彤 一个就是王梦杰 这两个人呢 也都是跟朱婷 关系比较好的搭档 那么两个人 非常有可能来 无援这一次的奥运名单 但是不管最终 郎平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都相信 郎平一定可以 筛选出一套 最强的12人名单 来亮剑东京奥运会 帮助中国女排 完成奥运会的两年冠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我听见被你 聊点球